走出自己的家门 才发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有很多自己从未知道的事情 在中国会看到一些外国游客 这些外国游客的展向与中国人不同 有些人会喜欢混血的孩子 他们认为这样的孩子既聪明又好看 中国有一个混血的村庄 这个村庄是中国人与俄罗斯人混血 它是聚集江村 是我国与俄罗斯边境的一个村子 虽然是个混血的村庄 但是当地人与俄罗斯人关系并不好 他们很讨厌俄罗斯人 并且拒绝和他们相处 当地人不会说俄语 这让很多人都感到好奇 为什么一个混血的村庄 却如此讨厌俄罗斯人 原来他们会血的原因 要从很久之前说起 以前俄罗斯遭受困难时 一些俄罗斯人来到中国避难 由于聚集江村离俄罗斯很近 俄罗斯人在此生活定居 有些人还在中国生了孩子 但是俄罗斯发展条件好后 他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但是并没有将妻子和孩子带走 他们这样的行为 令当地人感到很伤心 他们从此拒绝接触俄罗斯人 并对俄罗斯人表现出厌恶 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 并不存在混血的说法 如此看来 俄罗斯人伤透了当地村民的心 黑龙江这一混血村庄 当地人不会说俄语 甚至很讨厌俄罗斯人 对于这样一个村庄的存在 你有什么看法呢